第27题 一电池和三个相同的灯泡与伏特计连接成一电路如附图 当街头S接在甲点时 伏特计的读数为0.5伏特 若街头S一致疑点时 伏特计的读数为多少伏特 我们看到这有三个完全一样的灯泡 表示他们的电阻是一样的 那么同时他们是串联在一起 所以他们电流是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公司V等于IR 如果我们的电流是一样 我们电阻也一样 那我们的电压就会一样 所以三个灯泡的两端的电压是一样的 当我们把S接在甲点的时候 他量的是这两点之间的电位差 那么是0.5伏特 所以甲两边的电位差是0.5伏特 那么这个灯泡的电位差也是0.5伏特 所以当我们把S接到疑点的时候 这里就有一个0.5伏特加0.5伏特 就会有1.0伏特的电位差 所以我们把伏特计的S接在疑点时 应该会量出一伏特 所以二十七题问我们说 若接头S一致疑点时 伏特计的读数为多少伏特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一伏特 两处就有一点 242伏特的电位差 2-3伏特的电位差 2-3伏特的电位差 6-4伏特的电位差 稍后来发放2-4伏特的电位差